戴土终于成功获得了双神威 名人为了帮大蛇丸恢复双手 来到了漩涡一族的那面堂 他很快便找到了大蛇丸所描述的那一个面具 得手后他用飞雷神重新回到了大蛇丸的据点 前世他没能亲眼看到大蛇丸如何卡死神般 这次终于能如愿看一看了 大蛇丸深吸一口气 将面具佩戴在脸上 随着一阵查克拉风暴的掀起 大蛇丸那双手的灵魂 以及其他四个灵魂都被解放了出来 这四个正是历代木火影们的灵魂 都将那名白绝的嘴巴撑开后 大蛇丸的真身即刻飞入其中 他终于拿回了他梦寐以求的双手 成功后大蛇丸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佐助解除了脖梗上的天之咒印 此时名人默默地看着 随着大蛇丸双手一同被解放的四道灵魂 虽然他很想和父亲相见 但眼下还不是召唤他们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根笔和卷轴 并飞快书写着发动了风铃反应 他将这四份灵魂暂时封印在了卷轴中 之后将这卷轴交给了大蛇丸 等到需要的时候 再用绘土转生的方式将他们转生出来 眼下带土手占失利 明人有预感带土 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在提醒佐助他们多加小心后 明人便匆匆返回了木叶 回村后他受邀来到了刚手的办公室 自来也和刚手已经在那里等他多时 再从自来也那得知了明人的真相 即使拥有百豪之力的刚手 脸上也似乎多了几分岁月的痕迹 明人向其道歉自己并不是故意想要隐瞒真相 只是时机未到 还没等明人说完 刚手已将明人拥入胸前 之后略带伤感地说道 真是不管哪一事的你都让人不省心 明人是曾经将他拉出深渊的少年 也是继承了他弟弟和恋人梦想的人 得知了对方经历过的惨烈未来 刚手难免心生悲怜 他让明人放心 他和自来也会在木叶全力配合明人 明人深深地感动 短暂叙旧后 刚手问明人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而明人接下的计划便是对小组织主动出击 在告别刚手后 他便只身前往了渔影 此时在戴土的基地中 戴土那原本计划好的一切 都被突然实力大增地佐助扰乱了 从迪达拉的口中 他得知了明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使得戴土不得不好好做一下准备 在一番思想挣扎后 他决定去木叶拿回本属于他的东西 只要能成功开启月之眼计划 他就能结束这个无聊腐朽的世界 不久后黑色漩涡突然在卡卡西身后卷动着 卡卡西反应极快 迅速发动雷切削向了身后 但他却从那个面具男人的身体上穿透了过去 他飞快闪退拉开了距离 看着对方身着火云袍的样子 卡卡西接下眼罩就要发动神威 不过神威的漩涡扭曲场却突然被轻易取消 戴土轻蔑地说道 这种术对我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随后他抬手将面具摘下露出了自己的真容 卡卡西煞时间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原地 戴土趁此空挡 一个剑步向前便夺下了对方的血轮眼 不过卡卡西已经不在乎他的眼睛了 他浑身颤动着问戴土 为什么明明还活着却不肯出来相见 戴土背对着卡卡西沉默片刻后说道 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 没有守护好灵的你也好 没有及时赶到的水门老师也罢 大家都不过如此 等到我为世界带来希望之梦的那天 我们再来相会吧 那里不仅有水门老师 还有灵 说完戴土便要用神威离开木叶 但突然一道千鸟锐枪贯穿了他的身躯